盘前板块分析 昨天下午指数出现了跳水 这个跳水导致上涨指数的120分钟的高点结构 基本是形成了 形成了70% 我估计日线在今天或者是明天也有可能形成 那么在连续出现了几大波的上涨之后 也就是说从去年的11月1号 到昨天的这个位置的上涨 已经出现了两次日线的高点结构 但是这次还没有100%的形成 可能今天或者明天应该能形成 大家要注意一下 上涨指数有些领涨板块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你举如说中字头的剑字口的这些东西 大家照着就是大击剑的方向 至于这个金融呢 大金融这块我认为他们还没有走完 这一颗阴线说明不了什么 首先要用板块的区别的加以对待 所以说我们来分析相关的一些板块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证券板块 证券板块呢也出现了一个冲高的回落 我后面也是一个长长的上领线 但是呢这个地方的突破前级高点 应该是有效的 后边呢随着盘整之后 盘整小周期盘整之后的机会 还是还要继续向上 再往我们说这个稀土 稀土的这个地方的启动呢并不明显 但是大家要注意 它筑底没有成功 等到筑底成功成功 你看这样的连续下跌的股票 要注意板块上的切换 所以说你看这是牛是吗 这很想要走的比较弱 但弱不能走弱 大家要注意 白九呢实际是相对抗跌的 大家看着吗 你看你开那个分石 在午后跳水的部分 它基本是没怎么跳 也就是它跌到这个位置上 要注意它的止跌动作 当然了这地方量能没有有效的方法 出现一颗放量的上涨的阳线 这个地方就可以判断是 短期的止跌信号 说实际上密切关注 那你说有些人同学说 说老师我这个堵它一下行不行呢 反正你注意这个低点 注意控制风险 也是也是可以尝试的 我们呢是从走势上来判断 没有其他的意思 你比如说像钢铁这样的 实际钢铁煤炭走的比它强啊 钢铁这是一个低点 这次的回落之后呢 二次这个低点如果要确认了 我应该还是可以考虑的 但大家注意 这个钢铁这个地方没啥量 所以说也没啥太大意思 煤炭呢就要比钢铁强多了 看见没 煤炭大概率这个反弹 应该是还没有结束呢 实际房地产呢 昨天的走势呢 实际是上冲的 是不是 它这里面有个股的机会啊 但现在说房地产说注底了 马上就注底了 现在这种迹象还不明显啊 只是按个股的行情考虑考虑 还可以 这个板块机会不大嘛 等到有大机会 小时候我们再来点击 再说说这个远价啊 这个远价呢 实际最近这两天呢 属于移动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你要注意它的 实际现在小周期已经有了一定的 气稳的信号 但是要注意这个位置 如果把这个位置再行跌破的话 那么这个底还得重新住 如果在这个上方能够站住 那么这个远价还真就是 远价系列呢 银工智能呢 很多细分的领域 这个位置都应该值得大家的注意啊 家电呢 我说过好多次了 下跌反弹再下跌之后 找机会是大概率 一定要等到它的 止跌的信号出现 现在还没有 便利啊 便利是我们近期比较看好 你看这个位置是重点点 昨天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呢 应该是还是在 良性调整的范畴之内啊 这银行呢 就是良性的调整 它根本就没有走 创业版50啊 创业版50这个地方呢 大家要注意的是 这个底还没有做出来呢 还早呢 等到它注底 我们说这个早 不是说时间要很长 就是说它这个 还要表现表现 你说就算这地方 出现一个覆盖的样子 我们也只能说 它的小周期的小双臂 是不是 你不能说 它日线的注底成功 还早 实际这个生物之药啊 什么生物之药啊 创新药啊 医疗啊 医药啊 都是这样的走 都是新低不断的 新低不断的 你就不用理它就完了 像那个光伏啊 新能源啊 电池啊 都是一样的走势 基本都是一样 是这些老赛道呢 都没有稳住的信号 这个军工呢 我们最后说一下军工 这个军工呢 应该说 这地方应该有点小的动作 这地方应该有点小的动作 但是今天这个 昨天这个盘中 这个一个上冲呢 上冲之后 这个大阳线 应该是一半差不多了 是不是 一半差不多 那么就等它回撤下来之后 这个低点能得到确认 能得到确认之后 应该还是不错的啊 有些板块 有些个股还可以 我看啊 时间关系 我们就分析那么多啊 更多的呢 盘中直播 我们再说啊 一个一个的细说 那么这个地方的交易的要点 要注意高跌 高低的切换 大家发现没有 实际真正正正的操作的 主流的行业板块呢 并不多 是不是啊 没有多少 那么有些细分赛道呢 大家要仔细的证明 高的东西 高的东西 有的东西已经 要步入到调整 低位的东西呢 还没有完全的筑体成功 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时间窗口啊 但在这个地方呢 指数上的走势呢 还是要注意 上证指数的日线的高点形成 这是我们今天 明天重点观察的方向啊 一会儿盘中直播见